Never Done 永不言拜 是我在2018年有机会去参与 NBA球星林舒豪的一个报道会 当时我担任主持和他的一个翻译员 的时候的一个主题 就叫做永不言拜 但回想起当年的服侍 其实的我是想着不再参与服侍 也想过退休了很多工作 又或者收藏自己就算了 因为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些低潮 我觉得自己都不配事奉 又或者不想去参与这么大型的服侍 但去到这个报道会的时候 本来我只是想着做一个幕后的 执头执尾的弟兄 但是那天那个主席就希望第二天的报道会 在收盾球场那里我们要更换一位的翻译 或者在现场带动气氛等等 当年我还在新加坡 他就说来自新加坡的弟兄 你应该可以做这个翻译 他就点名叫我去第二天做这个服侍 在那个晚上我虽然答应了第二天做这个服侍 心里面就很忐忑 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失败 想收藏自己 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想有这些机会去经历神 或者可以同一位的名人同台去服侍 所以这两者都在我心里面 但到最后我那晚做了一个祈祷 主啊如果你要用我们的时候 我只管放在你的手中 你呢愿你的旨意就成就 后来我就很好地准备第二天的服侍 去预备那些资料 那真正去服侍和翻译的时候 我很记得林书豪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原来他看自己都不是那么成功 他觉得自己都很失败 往往很多见证就说他怎么样扭转 命运去成功 靠着耶稣得胜 但是林书豪当日他说 其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差 不要以为我是NBA球星 我其实都很多的软弱 但是以往我很重视我是否能够胜利 就是那个球赛 但是身为基督徒的他 今天他说他改变了 他觉得神是每一刻都要他去经历 所以他说了三句话就激励了我 他说他现在去打每一场球 他知道人生的每一个球赛 Glory to God 荣耀是归级神 然后Victory from the team 一切的胜利是属于整个团队 但是Experience is for myself 他说他自己可以经历神 所以好好在无论失败的时候 或者一些直路的时候 他都可以知道 这个是神要给他经历的事情 他就正面地影响他的人生了 我记得那次服侍之后 我都被鼓励去想回 我与其活在挫败里面 为什么我不依靠 加给我力量的去继续去服侍主呢 在那次之后我感受到 上帝其实都很想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我们曾经挫败 曾经软弱 曾经想逃离 但是神愿意让我们经历他更多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软弱 逃离 挫败的时候呢 但愿你站起来 被主继续使用 神要让你的人生 Never done 永不言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